为了改善重压厢的基础建设 县长立命征会同县府相关单位 以及立委马文君 来到永芳村与福盛村内的农路 实地会堪破存情形 会堪过后县长也允诺 会在近期内紧速改善这两条农路 解决地方长期的困扰 这两条农路已经都崩起了 车进出很危险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一条来看 所以感觉这是很需要做 所以这条 先动向这些农路 大家政府、警方要开造七十万 我们另外 我们正宛刑的农路 每个五十万 所以这两条加起来一百二十几万 所以因为我们地方的需要 我们决定要来跟他们做 还要让我们的辈生 这些农路出去比较安全 困扰地方已久的问题 在县长会堪之后 不仅能够得到解决 更能够确保通行车辆的安全 县议员唐晓芬相当肯定县长 苦民所苦的精神 但也希望能够紧速改善 崎区的农路 农路长久以来都年久失修 那造成我们这两村的一些农民 那在平常农忙的时候 或者在输送农获物的时候 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这一次我们领县长也非常的用心 那体会到我们这些农民的辛苦 那特地筹出了一百多万的经费 要来帮我们这两村的一个农民 那做一个重新铺设农路的一个工作 那希望说在开工之后 精速的来完成 也让我们这两村的农民 能够尽快的 那不要再饱受这个农路危险之苦 那让我们输送的农获物这边 也能够更顺畅 经过县长与县府相关单位 以及立委马文君和勘之后 县长也云将会筹策 一百多万的经费 改善这两条农路 让通行车辆更加安全 也让农产运输更加便利 接着用车辆中的采访报道